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人盼望捷運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历任的政府都做不到 今天我们到基隆 我要告诉所有的基隆市民 我们一定会做到 四年内要通车 四年内2022即将到来 可是到了2019年的4月10号 在核定可行性的研究里头 他又说了 这个要独立双轨系统 要跟台铁货车要共用路线 总共规划了12站18.4公里 但是经费就变成了104.5亿 经过了一年之后 2020年的6月 刚2019年是可行性研究 经费就变了104.5亿 到了2020年的6月 综合规划之后 他又说我们要变成独立的双轨系统 就是所谓的LRT的轻轨系统 要跟台铁的货车呢 不共用路线 我们不共轨 我们不过轨 总共呢 要多变成15站 但是距离不变18.4公里 对不起 但是总经费要变成250亿 一个综合规划之后 这个经费就翻倍了 到了今年的9月呢 2021年的9月6号 在一个所谓的地方期待路线方案里面 LRT的轻轨系统呢 说要升级为LRT中运量捷运系统 台北端呢 希望是地下段延伸到南港站 因为南港展览馆到南港站 距离还有1.2公里 你要转成台铁 你要转成高铁 他这1.2公里 所以他希望台北端呢 要走地下段延伸到南港站 所以南港到巴督呢 总共是13站 行程变成16.05公里 但是经费又继续翻倍 来到了425亿 但是呢 巴督跟基隆 刚总召讲的 巴督跟基隆的这个段落呢 他说要持续跟地方沟通 取得共识后 再来推行 这个就是基隆捷运做搬套的由来 总共已经过了 从2017年到今年 经费已经从80亿翻倍到425亿了 但是巴督进到基隆的路段呢 说还要跟地方沟通 要取得共识后再来推动 这样子一个搬套的一个捷运系统 目前这个基隆捷运系统的 425亿的方案呢 就是没有包括这个巴督到基隆这个部分 那交通部呢 私底下有去评估了 光要进到市区这一段 恐怕要花72.8亿 这只是盖铁路盖铁路盖捷运哦 但是因为他要改走基隆的市区的路线 所需要的车站 还有出入口的用地 可能大量都会用到私地 私人的土地 那可能所需要的成本 未来的经费有可能都是一个变数 所以未来的经费就有可能是在继续变变变 我想林又昌执政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的话术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他要去实现 民进党的口号就是大内宣 他指大内宣 所以民进党就继续骗骗骗 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他如何骗下去 谢谢